我就覺得不對 因為 因為 老實說過嘛 實驗需要比較組跟實驗組 但是他只有哪一組的實驗 我們無法確切的知道 那個什麼棉錫塊是否有多 而且說不定 黑殼蝦對水質的清澈度比較敏感 像櫻花高雲龜對水質就比較敏感 至於無國魚呢 就不太敏感 所以我覺得我不支持這一項 就這樣